OK 可以 麻煩大家 早晨 各位記者朋友 麻煩今天一早就來到立法會 去採訪我們這個九巴職員權益工會 和立法議員的梁耀忠議員辦事處 和我鄭松太議員辦事處的一個聯合的記招 關於今天的記招 我們都是就着這個九巴公司 它是剛剛一個加薪的方案 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他們是有一個希望 比較正式和直接的回應 尤其是剛剛這個星期六 有一位葉車長 葉惠林車長 他有發起一個代表月薪大聯盟 月薪車長大聯盟去發起一個行動 而今天 今早還有一些最新的事態和安排 就着制度上的問題和最新的發展 九巴職員權益工會 理事和副理事都有一些訴求和要求 是希望九巴能夠盡快和更加具體 去回應這個車長的訴求 我首先將時間交給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的副理事長 蕭有貴先生是會代表月薪車長 是說出他們對九巴公司的意見和他們的要求 麻煩蕭車長 麻煩各位 麻煩各位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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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麻煩 其實我們月薪車長就這次公司的加薪 所謂優化方案 大家都有很多意見 其實他把那些安全長服務長撥到底身那裏 就是月薪車長的底身那裏直接加到兩千元 這樣就是比較貼近我們現在月薪車長的訴求 另外公司其實現在的薪酬制度是有很多種的 其實我們工會就希望公司能夠和月薪的 那些車長的薪酬制度是統一的 包括全身商量那些類似 這樣才能夠穩定我們所有的員工 特別是月薪的員工的流失率 可以穩定員工 起碼你穩定員工沒有那麼多流失率 那你九巴的服務才能夠穩定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訴求 那跟著呢 就現在最近運輸公佈了那個 特別加車長的最長的工時 都是維持14個小時的 那其實那個應該是 都要減回13個小時 讓他比較合理 另外呢 將車長的退休年齡 現在是60歲 公司呢 就是60歲以後呢 就經過公司的審核國 你有沒有符合 才可以讓你回來 再重新再併用你 就是合約形式併用你的 就是不是他所說的 都是去到65歲 是不是的 就是希望公司能夠真真正正的 那將退休年齡呢 直接去到65歲 這樣才可以挽留到更加多員工 就是 起碼那個服務呢 可以維持得好一點 另外呢 現在公會公司呢 就是公開都承認 只是跟兩間合法的工會對話 那其實呢 我們九巴呢 是有五間合法的工會的 那其實 應該那五間的工會呢 是應該一起跟公司談的 應該是 因為他們只是跟兩間工會談 那所以呢 就出現今次的 所謂優化加薪方案 是令到這麼多月薪的車長 引起不滿的 那希望公司能夠真真正正 去跟五間合法工會 一齊相討 一齊 那真是能夠真真正的 了解到所有的員工的 真正的需要 那 那只要這樣呢 他 只可以保障所有員工的權益 和得到保障 那希望九巴能夠 修正以上的弊端 就是盡其他的企業責任 為了乘客呢 提供更加優良 安全和舒適的巴士服務 最後呢 就是 感謝各位 支持和關注 希望 政府部門 運房 高運輸署呢 都能夠就住 我們九巴員工這次 的訴求 能夠正視的問題呢 就是 篤出九巴能夠 再正視員工的問題 希望 能夠改善了香港 巨大的巴士的公共交通服務 好 多謝各位傳媒 麻煩了 蕭副理事長 蕭先生呢 其實他剛才指出一件事 就是說 就住九巴那個加薪方案 現在所提出的 其實他是 批評 現在公司 他是和兩間工會合作的 當然 蕭先生 他沒有直接去指明 在媒體和我們所理解的 那兩間工會 是比較親建制 亦都是 遞屬於工聯會 所以 會引起更加多的車長 尤其是越新的車長 他們的不滿 因為 為何你是 因應 一些大型的車禍 亦都是 坊間很多的批評 但是 公司你不是一時同仁 你是 只是和兩間 和你比較 友好少少的工會 去談那個加薪方案 而不是整體 五間 合法的 代表這一個 車長的權力工會 去討論 一起去商討 那 亦都是 因應著 加薪方案的推出 那 越新車長 他們的批評 很簡單 就是認為這一個公司 在玩弄著 一個數字遊戲 左手交右手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本來 其實 車長他們都可以達到 他們所謂的 譬如表現 或者那些 獎金的制度 去拿到大概 一萬五千多元的越新 但是現在的改革 就是說 將這兩件事取消了 然後 後來 加了少少 但其實 如果加起來的話 根本就是沒有加過 薪 甚至是有機會 變相減薪 所以 就著這件事 亦都是 為何 星期六的時候 葉衛南車長和他們的大聯盟 會發起一些個別的行動 我知道 理事長 是有一些補充的 我有請 九巴職員 決議工會的 李國華先生 理事長 他是 就著制度上 一些的批評 因為坊間 對於 九巴的 薪酬制度 可能是有一些 依然是不太理解 或者是混淆的 希望 那個範疇上 可以 令到大家更明白 為何 越新車長 在九巴今次的方案 去提出 之後 那個反應是這麼大 謝謝李先生 多謝各位 因為 就著月新車長 因為 他們 月新車長 有分幾種 因為 有些 在04前入職的 有抵薪商量 04前入職的 04前入職的 只有平合獎金 我們 多年來都是爭取 幫 本來我是月新車長 我們都幫月新車長 爭取一個 比較合理的薪酬 因為他們的薪酬 太過偏低 正常說 公司 現在說 有兩萬元 但其實 如果這些車長 做了久的 還低過兩萬元 當然是不公平的 其實我們爭取 爭取什麼呢 就是 將 九巴的制度去統一 不要分那麼多級車長 因為 我們想 就是 要求公司 將那個制度 就是 跟日新舊有的制度去 統一了它 令到月新的員工 薪酬提高 相應 就是 他們的薪酬 會貼近我們日新的 因為 我們日新的 現在的薪酬 本身 都接近三萬元 但是 這些 這些月新車長 基本上 都是只有萬八元左右 其實 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爭取 爭取公司 會 為了這些 薪酬方面 之前 剝削了這麼久的 月新員工 我們 極表不滿 多次跟公司溝通 都是說 他們 那個叫做 合約精神 但是 問題就是說 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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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養到多少人 對 你公司還不會正視這個問題 月新車長 每年的流失率都很高 有些做了幾天 已經走了 這些 公司都有數據 經常問我們 為何留人 我們說 改善制度就可以了 將我們日新的制度 和他們看齊 就可以了 他們都沒有答應 到現在 發生了這樣的事 所以 才可以 將那兩份 所謂他們應得的獎金 加進去 蒙騙所有 全港的市民 和車長 這些 絕對絕對 我們是不接受 這件事的 我們說 不是將那兩份獎金 加進去 即是在底薪商方面 加多二千 再加那份獎金 接近了 接近有 萬八元左右 他們再加補償 其實每一位車長 都有兩萬元左右的人工 但這家公司不會做 他們是為了他們的 股東的利益 為了他們股東的利益 剝削了前線車長 前線工作人員的 薪酬 去滿足他們股東的利益 完全對 完全對這些前線員工 幫他們賺錢的員工 是 應該這樣說 他們 找不到食 的後果就是 各個便離開 有些甚至是兼職 做車長兼職 對嗎 亦都 可以知道 有些車長兼職 被公司知道 是解僱的 這些是完全不合理的 公司有沒有檢討過這個問題呢 他們的薪酬完全是不達標 他們兼職 都要解僱 這些是什麼道理呢 他們有沒有檢討一下公司 多謝任多位 謝謝你先生 就著那個 現在那個 無論是月薪 日薪 那個訴求上 我想一件事 大家是要清楚的 因為 九巴公司 他的薪酬制度 是不同一 是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 亦都導致的就是 員工的士氣是相對低落 尤其是一次大型事故之後 對於那個車長的批評 可能是在一些個別的車長身上 但我們始終強調的就是 這個是九巴公的管理制度上的問題 是因為他的薪酬制度 是有一個這麼混亂 和不公平的情況 導致的就是 那個公司的流水度太高 亦都是要依賴最少 是缺乏三百個人手 一些兼職車長去維持著那個日常 這麼大型公共的需求 於是的就是 大家可以可想言之 就是對於一些傳譯車長來說 可能就是說 一個月裏面 因為人手不夠 就去調那些路線 可能走一些不熟悉的路線 這樣是令到那些意外的機會 會大大提高 亦都是因為這樣 為何職工他們會認為 就是這一次的事態 並不是單純一些車長 或者是乘客之間的 就是大家 怎樣去瞭解大家的態度 駕駛的服務 單純一些問題 講來講去 就是那個公司制度上 那個不堪的地方 我想問問的就是 就住這件事 或者兩位職員權工會的歷史 或者是總管市 有沒有些甚麼 是你們想說說 早安 多謝大家 我都就住想說說 那個車長流失率 因為為甚麼呢 我覺得就是說 各大巴士公司 現在都經常說 人手不夠 請不到人 據我所知 九巴公司 60歲就開始退休了 其餘的巴士公司 就65歲的 為甚麼九巴 請不到人 不去挽留這些 60歲的車長 去伸延到65歲退休呢 你經常說請不到人 如果你60歲 這班九巴車長 退休了 你再聘用回去 根本公司是 計算數 開完截留 舉個例 如果做開長工 60歲退休 我一萬元的工資 退休了 我再聘用回去 我給8千元請你的 公司就省了這些 員工福利 薪酬 已經大大減少 還有一件事 我希望 這個制度 公司去考慮一下 將60歲的車長 退休 延至 伸延到65歲 因為這些車長 已經是一個資深的車長 起碼你在五年之內 不用擔心去掛淚 他做與不做 退休 另外一個問題 你可以伸延到65歲 因為政府 都是帶頭去 將退休年齡 伸延到65歲 就是這樣的情形 還有一件事 我亦都補充少少 剛才九巴 正是承認兩個大工會 九巴現在有五個工會 為什麼他只是跟兩個工會談 如果幾個不談 他說 今天我聽電台說 他說大工會 我想問一下九巴公司 什麼叫大工會 什麼叫小工會 是多少人叫大工會 多少人叫小工會 所有工會 都是政府合法註冊的 為什麼會這樣分別呢 還有一件事 亦都希望 曾經我們去運輸處 哪裏開會都好 要求 開聯席會議 不要到日後 有事發生 這個腿裡過 我們希望的就是 聯席會議 有運輸處 巴士公司 有工會 還有那個 交支會 一起的 大家 坐在一起商量 日常交通的問題 因為工會和公司 都是作一個橋樑去溝通的 希望大家 坐在一起去談 談到有共識出來 白紙黑字 大家 市民都知道 員工和公司 公會運輸處 大家的共識是怎樣做法 就不用有事發生 就是你推我 我社的問題 就是這樣了 多謝大家 那我請一請梁議員 梁議員 他有些事 有沒有補充 各位大家好 首先 我向 九八公司 提出一個很強烈的要求 他是不可以 對較早前 採取供應行動的車長 進行七號算帳的 因為這班車長 他們被迫 要採取供應行動 是因為 他們的身份地位 是不必確認 就如剛才大家所講 公司只是接納 兩間工會的代表 而是不理其他工會的代表 而今天 從傳媒得知到 就是 李慧林 因為 他只能夠以個人身份 不是以 團體或工會代表身份 而跟他們 去進行開會 而 他不接受 這一個 就是 反映到這個公司 是偏聽 是不理 集體 公有的一些意見 我覺得這個做法 是導致 一直以來 他那個 制度上的混亂 而混亂包括了 一公司 兩種制度 一種叫做日薪制 一種叫月薪制 一種叫月薪制 日薪制的工人 那些工友 大概平均每月 有二萬多元的人工 三萬天 至三萬天 但是月薪的工友 反而 只有萬 萬多元 是萬八元左右 相差 只有一半 的薪酬 你想想 在一個相差 只有一半 薪酬底下 裡面來講 工友之間 都會產生一些不和 因為你賺這麼多錢 這個收入 為甚麼你做不少 我做得差不多 變成這樣 那你想想 工友之間 要產生不和 而都是同時期 令到有些工友覺得 既然這樣 寧願不做 你這樣對我們 是一種歧視來的 是很不公道的做法 因此一直以來 引致公司 人手不穩定 入職的人不多 那這個呢 是導致很多的 所謂的混亂情況出現在 而不僅 也都是由於月薪工友 底薪低 所以被迫 要加班 因為加班 然後才可以 多些收入 大家知道 被迫加班的話 那個情況就很慘了 就是大家知道 疲倦對於車主人來說 這是最大的危機來的 產生車禍的 其中的因素之一來的 但是工友要被迫這樣做 因為為甚麼呢 要改善生活環境 所以被迫要加班 而同時 也都知道 公司對工作 是很不公道的 就是 一天 每個月月圓 整天更換了路線 令到工友的車長 是很難適應的路線 那就是 令到工友覺得 這個公司的制度這麼差 又不聽意見 那為甚麼要繼續在這裏做呢 而引致到一直以來的人手不足 而做一件事 大家知道 剛才說了 日薪製的工友 其實年紀也很大 很多都接近 退了年齡 他們接近退了年齡之後 如果少一個 他就不會轉回一個叫日薪 只要請月薪 那就是說 相對來說 公司是怎樣 是剩下多些錢 所以 剛才大家記得我說 就是 日薪的差不多 佔了三萬多元一個月的收入 而月薪呢 只有二萬元都不夠 差一半 那它是減少了些錢的 它減少錢來說 是沒有放回到其他公司身上的 那就是公司一變相地 做成了剝削 變相地呢 是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變相地呢 是增加了自己的利潤 那這個做法來說 我想對工作來說 是絕對不公平 絕對不公平 絕對是超級剝削 因此 今天借助這個機會 我覺得呢 為了公眾利益著想 為了車長的工作著想 九巴 麻煩你 進行徹底的改革 還我們車長的公道 還我們市民的安全 多謝大家 是 麻煩梁議員 我最後呢 就一就那個整個的情況 去再一個補充 我認為九巴 他現在去 去對待 二位臨車長 他那一個停洗行動 以一個個別車長的問題 去處理的方式 是將所有的焦點去模糊 因爲我們一直強調都是 是那個薪酬制度的問題 而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是再三促請 政府 運防局 運輸署 和有關當局 他們是應該 去嚴肅去處理 這個的勞資 和一個社會問題 因爲 其實大家記得 2017年的7月 去年 運防局 先是為這個 九巴 續了十年的 專營牌照 也就是說 其實去年 你應該政府 是就住 九巴整體的表現 是作出一個 全面的檢討 和評估 先是會核准 他這個專營牌照 但是就是半年不到 就發生了一個 這麼大型的車匯 一個不幸的慘劇 現在先來搞一個 獨立檢討委員會 我認爲這個 政府的責任 是絕對 暫無龐態 就是說 就是早 大概一個月左右的交通事故 並不是單純 九巴 或者是個別車長的問題 而是本身政府 都應該負上很大很大的責任 而他今天去搞一些 什麼調酬委員會 諸如此類 我們認爲 這也是一個公關的手忌 即是公關的伎倆 難道他請那個法官 是經常乘搭巴士的嗎 就是那個調酬委員會 所以就是我認為 現在 無論是車長和公司 尤其是車長都非常不滿 政府是沒有再可能 或者有任何機會 躲在公司後面 去就著事態 密不作聲 因為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在去年年中 他們批核九巴的專員權的時候 你應該這個運房和運輸處 是負傷最大的責任 那你們有沒有一些補充 是,李先生 我稍稍補充 因為鄭議員剛才提提我 就是說 葉惠林車長 為了公有發聲 而遭到公司停工 我在這裡呼籲 如果葉惠林車長遭到公司解僱 我希望各大工會 挺身而出支持這位車長 我們公會 會 如果葉惠車長被 因而被解僱 我們公會一定會全力支持 亦都會發起相應的行動 去支持這位女車長 謝謝 謝謝 謝謝李李時 請問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各位車長 你先麻煩你 你先麻煩你 為何人工會這麼高 我們每一年都有增薪點 每一年除了六月那份加薪 我們日薪會有一個增薪點 我們是長年累月累積回來的人工 為何九班不會再聘請 日薪員工呢 原因就是 我們的人工 每一年都會增 每一年都會增 導致現在我 我本身日薪 我們現在上班 每一個月 基本上 二萬九千多元工 如果 那個月的保水好的 三萬一二都有 月薪車長 為何他們的薪酬這麼偏低 原因就是 在 九九年 九九年尾 入職到 二零零四年前 那些就有底薪商量 但他們都是由八千元 底薪開始的 他們 只有三個增薪點 之後就沒有了 每一個增薪點就跳一百元 每一年加一百元 另外六月再加薪 所以相應就是 他們 為何到現在的人工 都去不了二萬呢 就是因為這麼多年來 加薪的人工的幅度偏低 九八零四後 再請那些 就住沙士 或者那些情況之下 公司 市財需要 有些六千五元 入職的 都有 跟著 連那個底薪商輪都沒有了 九八零九年之後 就有一個 平核獎金 每半年一次 就是六千元 還要是你要拿得到 每減一個 就不見一千五元 由六千變四千五 變三千 這樣去遞減下去 那個平日制度又不透明 問他們 為何這個車輪拿不到一級 拿不到六千元 他們有很多理由 說這個車輪為何拿不到 所以日新和月新的分別 現在月新都分了兩個制度 一個有商量 底薪商量 另一個就是 沒有商量 只有一個平核 為何今次的月新車輪 這麼勞氣 就是要取消這個平核制度 因為他們是想拿 不用平核的商量 所以有這麼大分別 有的 我們每一年都會入信要求 跟他們開會溝通 但他們完全沒有回覆我們的 就轉個位記者去問 譬如九八職員權工會 他們有沒有要求過去談 其實在剛剛大埔的車禍發生之後 權力工會和其他車長 都有向我們去求助 我們去過信去運輸處和運房局 是要求的就是 在過年在三月之前 是安排一次官員和車長代表去回眠 但是經過那個溝通 那個回覆就是 因為這個事態是 都嚴重 所以是沒有辦法 跟車長代表在三月 在二月裡面回眠 三月打後的時間都很緊張 所以都是沒有辦法做到 其實那是一個官方的回覆 所以不是說 每年他們是定期和公司回眠 而是就著那個大埔意外之後 其實我們都要求政府 是從中的就是說 會不會是官員 公司和車長代表 都是有一個檢討的薪酬 和公司服務的機制 和制度的問題 但是那個回應就是 說總之過了先 那拖多兩拖 大家的焦點不在那裡 又鬥當又冒了這件事 這樣的情況 是 就著日薪 我們九九年前入職那些 現在開始 就有一個叫做退休 退休潮 日薪現在現時的員工應該不夠二千人 月薪就有六千多人 零四前 這個統稱月薪車長就有治療 你要分前後就比較難些 我先回答你的日薪 日薪的底薪 就算我來說是二百二十一元 底薪 那我們的人工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懂得怎麼計 因為全部都是公司計出來的人工 就是我們本身有 現在每個月的出糧都有二萬九至三萬二元左右 有些更加高 如果做特別車的更加高 如果是日薪車長 但是日薪車長呢 他們現在就是 最新入職的一萬一千八百七十 現在他們舊的日薪 都是接近一萬二元左右 即是那個底薪 就算月薪車長 如果遭到公司的解僱 我們會 相應的行動 其實我們都要回去再研究 怎樣做 因為今天四點鐘再見 跟公司溝通的時候 看看公司用什麼理由 怎樣回答業車長的問題 我們再作相應的行動 他們今早我們知道 業車長昨天已經開始流廠 流廠的意思 以我理解 當然 除了交通意外 商人 及其他問題存在的車長 才需要流廠 而這位業車長 他只是為了員工出聲 而遭到九巴的流廠 其實是一個警惡 以我們理解的 流生廠 大部分都是嚴重的事故才會流廠 我不清楚九巴下一步會怎樣做 我們看事態發展 如果九巴真的解僱這位業車長 我們公會一定會全力支持他 你誤會了 我們統一的制度 是 所有月薪 統一變為日薪的制度 不是人工 制度 要跟日薪制度 因為日薪制度 每一年的年尾 就是用12個月的總和 除回12 等於年尾的商量 還有其他福利 還有其他福利 就是我們有雙補稅 每一年有十多天的雙補稅 有增薪點 這些福利 就不是跟我們的人工 而是跟我們的制度去做事 統一為日薪的制度 不是統一的薪酬 統一的計法 就是用日薪的制度 他們的人工去計 謝謝 您問問 因為有關 一二年的方法 是說要一個優化的 這次的做法是一個優化 但這次是一個優化的 在香港公會的公費 你自己 其實不能做 為何會覺得一次是一個加薪 為何會覺得一次是一個加薪 其實加薪的部分 都會有一個低的標準 我們沒有說過 這次是說要加薪 是他公司單方面 用一個優化的薪酬 去蒙騙車長 現在蒙騙港大市民 為何他們說 為何加薪金給你 其實我們沒有加薪 公司優化的薪酬 就是把兩份獎金加進去 就等於我加薪金給你 我們理解就是這樣 但我們完全沒有 公司沒有放過任何方案出來 就單方面宣布要這樣做 我們是絕對反對的 你說兩間公會 跟兩間公會談完 兩間公會 他們說佔九成會員 問問哪一位可以 出來說 公會有諮詢過每一個會員 如果不是星期六晚 要罷洗這麼大 你們有諮詢 你們有這麼多會員 為何會有這麼多會員 有這麼多車長走出來罷洗 請問還有其他記者朋友有問題 有沒有 沒有的話今天麻煩各位 如果你們需要新聞稿 或者其他資料的話 可以向我們車長 或者我們的同事去拿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申訴個案在下面 所以我要先走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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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